Hello,大家好,今天我们一起来玩扭蛋机 首先呢,是海贼王的悲缘玩具的扭蛋 那这些人物,你们都知道叫什么名字吗? 我们先投三枚硬币 再旋转旋钮 好的,掉下来了 一个橙色的扭蛋,这里面会是谁呢? 那接下来呢,是精灵宝可梦的扭蛋 这些精灵宝贝,你们都认识吗? 这个也是三枚硬币 红色的扭蛋 好想拿到皮卡丘啊 我们把扭蛋分给了超级飞侠们 首先是乐迪的红色扭蛋 这个是宠物小精灵的 看一下会拿到哪一个精灵宝贝呢 诶,这只粉色的 是什么呢? 我们一会儿看一下 那这张纸条呢,还有其他的精灵宝贝 有皮卡丘,梗鬼,梦幻 我们拿到的呆呆兽 还有这一只铁甲蛹 我们把它拆出来 这个还是一个小挂件呢 好可爱啊 那这只呆呆兽呢 非常喜欢在河边静静地趴着 你们喜欢哪一个精灵宝贝呢? 欢迎在下面给我留言 乐迪想把这只呆呆兽送给谁呢? 接下来是胡须爷爷的 橙色扭蛋 这个是海贼王的 那看看会拿到哪一个人物呢? 这个我们一会儿看一下 那先看这张纸条上面的其他人物 这个是烟鬼 斯摩格 我们拿到的这个基德船长 还有库赞 和新藏海贼团的船长 看一下这个绿色头发的 有人知道他是谁吗?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海贼 红色的头发 还有一只铁的手 好酷啊 那他呢叫尤斯塔斯基德 是基德海贼团的船长 对吧 我们拿了一个装了水的杯子 这是一个杯缘的玩具 就是我们可以放在杯子的边缘 正好可以扣住 那在日本呢 还有非常多其他的动漫里面人物的杯缘玩具 上一次呢给大家介绍过有皮卡丘的 接下来看一下酷飞的蓝色扭蛋 这里面是什么呢? 哦,也是一只精灵宝贝呢 需要组装的 那有人知道这个精灵宝贝叫什么名字吗? 知道的可以在下面给我留言 然后还有很多其他的精灵宝贝 那你们喜欢哪一只精灵宝贝呢? 他的身体好像海龟啊 这些东西是什么呢? 还真是什么呢? 这些东西是什么呢? 这些东西是什么呢? 对吧 这些东西是什么呢? 最后我们看一下多多的黄色扭蛋 我们看到也是海贼王的扭蛋呢 哇,是鹿飞 这个也是海贼王的悲员玩具 这些人物你们都认识吗 我们看鹿飞的手向上抬身的直直的 然后手掌心向下弯着 好像扒住一个什么东西 怕掉下来了一样 那这个呢就正好是可以扣在杯子的边上的 我们可以把它扣在外面 也可以放在杯子的里面 我们再把刚才的鸡得也放上来 你们想拿到哪一个海贼人物呢 那以上呢 就是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海贼 还有精灵宝可梦的扭蛋 希望你们会喜欢 如果你们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订阅玩具一群 呢 我 gobsch两节 一定 bonuses 你知道了您 матери 不平 不险 你 是不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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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